你们可以无限怀疑我 我给你自己写的简介来多一遍 看看你的问题在哪里 这里面有四件事 第一 因为亲戚诱导投资设立 第二 因为朋友诱导 导致二十万负资一具 第三 因为性格问题 感情上不断沦为被团 而且用的是不断沦为被团 第四 又被骗了 始终是别人的 始终是你太善良 对吧 不是亲戚的问题 就是朋友的问题 然后就是女朋友的问题 你有什么问题 我做人 我觉得自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就是像图老师说的 我有时候把话说得太满 然后我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 就是对别人呢 就是也会体会到别人的感受 但是我可能有时候 把我这个要求过高的 也去要求别人 就导致可能 这句话矛盾重重 对自己要求过高的又要求别人 是吧 要求别人了对不对 那你亲戚骗了你 要求朋友了对不对 朋友又骗了你 要求了你女朋友了对不对 女朋友又不断地让你沦为被抬 我不是我不是说这个片的要求 这一段话是不是自我紧张 是不是你写的 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 你别急你别急 我来说一下你平时做事对人的节奏 步骤是怎样的 你看看像不像 我先认识一个人 我先跟你说我有多政治 我告诉你我真的有多好 我有多义气 我有多么负责任什么什么 我先说完 然后我在做的过程当中 为了表示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东西 义气是吧 负责任善良 所以我很多事 逼着我要信任你 我放手让你就搞吧 然后那个人心里是这么想的 你看他一开始就把自己掏得点刁 对吧 我相信这么善良这么政治的人 我还是骗他一下 估计他也不会这么怪我吧 因为他是站在道德的那个层面上 我在这儿嘛 然后逐渐慢慢慢慢地到了最后 就变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是不是这么一个过程 不是 我在生活当中你可以问我朋友 我是非常低调的人 你上来以后说的所有的话还真不低调 我如果在求职我还低调 我来这里干嘛 他上台讲的那句话叫五日三行五身 你说了吧 嗯 说了 你五日三行五身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 完美吗 我比你完美多了 比我完美 好吧 这个是你做人做事的原则 我有自己的做人做事的原则 我做人做事的方式是 我永远可以跟所有的人做朋友 很善良 有一说一 不去虚构 我就不知道你这个签名里面有多少真的多少假的 都是你干的是吧 都是我干的 找演员也是你找的 对 你认为是假的无所谓 我完全不同意脑洞的意见 我要为他说句话 我看到他的简历 270多个关键词 这些关键词都是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描述 我表里如意 温人如意 力求完美 执着善行 天下为己任 当代男神 好 OK 因为这些都是很完美很高的标准 就是他至少他内心里 他是一心向盛的 我们可以这样讲 对 他一心追求完美 他有他自己的原则 他希望活成那种人 那他一次一次地受骗 一次一次地他想把钱挣了 以后花出去 他是为了实现他这种完美的人格 尽管跟现实有巨大的差距 但是我们凭什么又能否认他 一个一心向善 追求圣人的 这样 当然 风哥你这么说不负责任 我反对 为什么不行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他可以觉得自己一心向善 但是在这过程中 他不可以主观地认为 凡是跟我不一样的人 都是不善良 不真诚 我只说了钱半部分 我可以被骗 我不担心我的财产